女性的玉柔在剧中演出反派 是细说台湾的老班底 但戏外她的健康状况亮红灯 日前才因为常爆裂住进家户病房 又爆出她被一名中年的男性清洁工 四度窥视身体 因为当时她刚喝完咸饮剂 在病床上排泄需要清理 因此衣服都是敞开的状态 却有非医护人员的男性清洁工 禁除窥视她的身体 让她感到很不舒服 不过事后新光医院也发出声明 表示家户病房的清洁人员都固定是女性 在调阅监视器跟调查之后 并没有男性清洁员进入外科家户病房 你们说调监视器看没有 请你们再调一次 真的有 这个我不怕对质的 我只对那个个人看护工有问题 但对医护人员我是充满真心的感激 而李玉柔也表示自己因为情绪激动 在医院时一度被绑起来 因此爆出认为被虐待 她也做出澄清 第一句话我就写 他们打我 那我老公马上就说 你听我讲 我已经问了很多很多的人 他们说你这个叫做家户病房症候群 李玉柔也向医护人员道歉 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好的病人 但真的很感谢他们的用心照顾 至于男性清洁工的问题 他不打算追究 只希望事情尽快落幕 向医护表达她的感谢 区别人新闻年月明 余佩全特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